大家看到這個畫面不知道該是生氣還是覺得好笑 這是台中縣太平分局颱風天的 他們特別訂製了十條防災宣導布條 這要求是掛在巡邏警車上頭 但是怎麼這樣掛呢 居然就掛在後面擋風玻璃上 這警車出外的時候 後方的視線真的不知道該怎麼辦 颱風天巡邏警車沿街宣導防台 後倒風玻璃還貼了這麼一塊紅色的金羽布條 警車其實想要超過去卻超不過去 警察現在似乎完全沒有看到他們 仔細瞧瞧 這塊寫了兩行字的布條 只剩下大約五公分的寬度 幾乎整塊覆蓋在玻璃上頭擋住了視線 等於掃一個眼睛 腳還在後面的時候 倒車的時候沒看到你就很危險 他這個好像都擋住了 實際來到貼防台宣導布條 台湧線太平分局 真正向警車感受一下 後照鏡看上去 整塊玻璃黑漆漆一片 啥都看不到 連開車遠景都說會怕怕的 不會擋住你的視線嗎 多少會啊 有點危險 然後就距離再抓人一點 攝像頭長官特別定制 這十條防台的宣導標語 要求巡邏警車要掛在車上 但颱風天的外頭大雨下個不停 別說前面看不清楚了 後面擋風玻璃還被遮住 原本的好意反倒違規 民眾戲稱 警察這防災標語 應該再加上一次 小心行車安全 中間新聞 李某莊方品文 台中採訪報導 瘋 闊